现在因为已经风声鹤唳 我相信他钱都藏好了 听说柯文哲对高科技很内行 所以他对比特币很懂 比特币也是个方向 请台北资料处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币的关系 董事长 难怪说 检调单位现在动作这么快 检调单位也要跟这些公司赛跑 不然的话我只要慢慢拍 这些公司一收掉 我真的就查不到了吗 不会啦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我现在检调单位 昨天台北市市调处已经找到了 听说戴小姐联络上 大概约谈要碰面 她一定是 我相信那个 所以戴力林小姐已经公开讲 请大家不要再来谈 她是商友 她不承认这个事情 她马上就麻烦了 她要去台北市市调处报到 因为报到的结果会什么结果 不一定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公司 一千万包了一百万的东西 所以赚了八九百万 差价八九百万 就是掏空洗钱 那这个老板是谁我当然知道了 就戴继权 戴继权跟我是好朋友 我认识他很多年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事情 柯文哲绝对不会照顾戴继权 戴继权是柯文哲封杀的人物 已经出局了 那为什么戴继权能够拿到这个身份 为什么 中间有关键人嘛 中间人是关键 这中间人是谁是关键 就刚刚我们议员提到 昨天他们记者会的时候 谈到这个这笔一千万的时候 时间的时候 就叫找谁去回答问题 找哪一个 找我们陈志涵小姐回答 他里面每一个案子 都有内神通外鬼 他每一个工程发包 每一个物件的处理 他都有内神通外鬼 但是内神通外鬼的时候 那柯文哲 他知不知道他知道 因为他算大的嘛 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那里面有两股主要势力 就是陈志涵 每天连在柯文哲 他们也搞一点 他们夫妻两个搞一点 一个月薪水都很高了 然后黄珊珊也搞一点 所以黄珊珊就有这个什么 你要时乐 我问你很简单嘛 你相信一个公司 你要时乐 你开一家 你开两家公司 莫名其妙被人家登记 在总统大选里面 你钱没拿到 钱一毛没拿到 名字写在里面 被逃漏税 你被逃漏税啊 对不对 你这莫名其妙 你的900多万 你不缴税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 那谁敢这样搞你啊 这一定是自己人嘛 一定是自己人嘛 你说不是一家人 不害自己人 他们一定很铁的关系嘛 那这个东西就是 然后呢 你说这个 木可公司是谁的地盘 木可公司就是 李文中的地盘嘛 那李文中看起来是 他现在赚了四千万嘛 帮他赚四千万 理应把这四千万 应该要给 柯文哲上缴了 对 现在因为现在东窗事发 在风神鹤唳 捐出来了 他要捐成公益嘛 对不对 这就是小偷被逮了 然后说 我这个钱 我没有 不是偷了 我捐成公益 然后这种 这种小偷嘛 所以李文 李文 李文研跟李文中 都是这个 柯文哲的白手套 都是专做小偷 偷他里面 竞争总部跟党部的钱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分析厅有三块势力 在里面一起A嘛 对不对 那所以柯文哲也知道啊 你们A你们 可是我也要一半 所以李文中代表他 那李文中昨天被移送中 中平会 中平会要役处嘛 对 役处要给你开除他党籍 李文中开除党籍有个PU 他会不怕 他从中国大陆回来的 他拿钱就走人了嘛 李文中现在麻烦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哪里 李文中如果跟调查局 跟承认说这个四千万是 柯文哲交代我做的 柯文哲完了 这就被柯文哲手使 叫他的白手套 去A民众党的钱 可是他不是好朋友 不会把他扛下来吗 他扛下来要做五年牢 你要不要做 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 可是我都要把钱捐了 我现在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我现在这笔钱要捐给社会 那个是你现在的行为 可是你中间的犯罪的那一段 跟你捐钱这段无关 他犯罪哪一段知道吗 他从成立一个公司 把民众党的钱A进来 然后另外一个 把你进准的钱A进来 这两个A钱的动作 叫做什么 叫做背信 可是那背信也是柯文哲背信 所以 黄亿感官给我的 所以 可是柯文哲是民众党党主席 这是公共利益 这是公家的钱 你把公家的钱 放到你的私人的口袋 这是刚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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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慧珍刚刚讲的 有很多人这样子干 很多人这样干 问题是这个事情 不是你的钱 是小草的钱 所以这个都要背信 背信同时还有商业会计法 两个案成立 我跟来最少 我跟来这个球刑很重 大概五年左右 你认为李文中会去帮柯文哲 不会吗 当然不会 所以他就一件事情 所以李文中 为什么昨天 你说李文中有个大麻烦 第一个 你是木可公司的总长 第二个 你又是竞选总部的 这个所谓的财务的财务长 如果你不是财务长 你把这个钱 转给了木可公司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财务长 又把这个钱 用授权费 转给了木可公司 你就是 两个事情是成立 所以我刚刚讲 商业会计法 跟背信 跟侵占 伪造文书 统统成立 所以五年是他的机会 都三年以下徒刑 但都会判到满 我用判到满 那判到满 他只有一个方法 他第一时间 就跑去跟调查局讲说 不是挖台 凶手不是我 人不是挖台 人不是挖台 还是柯文哲干的 他第一时间 为什么昨天检察长 那么紧张 昨天下命令就办 然后昨天就要约 这个戴小姐 陈佩奇 你说他们早跟 早跟我们 早跟我们瑞德雄 请教当总顾问 给个五百万的话 我跟你讲 保证这个数字 两百万就可以了 两百万 我讲错 两百万就可以了 两百万就可以了 柯妈妈 你看你儿子 我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 他这一套东西 他老婆进去了 他高中同学进去了 他本人进去了 然后他儿子在日本读书 也变成被告 这是柯文哲 IQ157 创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新高 然后他还有一种钱 大家还没找到的 还有什么钱 因为有一堆人 就我讲 像我朋友给他是现金 一千万带回家 那我请问你 所以他老婆讲一句话 我们家的钱是我管的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 拿了黑袋子进来 然后空手出去 当然没有 因为那个人是他老公 他老公拿袋子进来 为什么要拿黑袋子出去 他就回家睡觉了 然后另外 现在因为已经风声鹤唳 我相信 他钱都藏好了 他钱本来藏他家的 现在不敢藏他家了 钱应该藏在外面的地方 他谁都不相信 所以这个事情就检调 要去调查一下 我听说柯文哲对高科技很内行 所以他对比特币很懂 比特币也是个方向 请台北市调处好好去查一下 柯文哲跟比特币的关系 好 苏培 昨天就有一个记者会 你说你观察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问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就有不同的人来回答 是啊 刚刚大家讲的说 这柯文哲的竞选经费 里面有一笔烂 一堆烂账 而且给的东西 都是给到非常 让人家不合情理 不合情的价格 你也选举过 你也做民调过 你也竞选过 装潢过总部 有这种价钱的吗 是啊 你知道我们装潢总部 很多都是用输出而已 用什么真珠板输出贴上去 或者是帆布输出贴一贴 为什么 三个月五个月 那个地方就要还给人家的 怎么可能去用高档的装潢 所以一千多万的装潢费 然后两百 将近两百万的设计费 这绝对都不是 合情合理的价钱 那民调这件事情 又更奇怪了 哪有民调价钱 差价这么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自己没做过民调啦 不过我有一次要去做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民调的这个常客 所以我临时要去找民调公司 帮我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因为你不是常客 人家开比较多贵啦 多少钱你知道吗 三十万 如果我不是常客 开的价钱是三十万的话 为什么柯文哲会有两百多万 然后做十次要九百万的 这个民调费 我觉得柯文哲号称省展 要跟大家讲清楚嘛 那所以刚刚大家讲的是说 这些烂账里面 是不是都有人在做分配 某一个人负责什么 然后分配多少的金额 所以就由他负责嘛 昨天柯文哲的这个 澄清记者会里面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有个记者同时问到 尼奥KP秀 跟所谓的时间公司 一千万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这个主持人吴一轩就说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就请我们的总干事 黄珊珊来回答 结果黄珊珊瞬间就不回答 一直看着吴一轩跟他比 那个比 比 比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尼奥这件事情 我来回答 时间这个事情 要由陈志涵回答 所以他比的 吴一轩看不看得懂 看得懂啊 吴一轩马上接下来话讲 就是说好 尼奥这件事情 就由黄珊珊总干事来回答 然后时间这一间公司的问题 就由副总干事 陈志涵来回答嘛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柯文哲的进总不是一体的 黄珊珊是竞选总干事 不管是给时间的钱 给尼奥的钱 给时乐的钱 甚至给装潢的费 你都要一清二楚才知道啊 怎么会你自己完全不清楚 而且在爆出来 这个尼奥跟时乐的账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怎么讲 他第一时间讲说 这是低级的错误 非常严重的错误 我要求民众党党部出来讲清楚 你有听清楚吗 民众党党部 这笔账是什么账 这笔账是柯文哲竞选总部的账 谁该负责 总干事要负责 出了大皮肉之后 黄珊珊居然要进总来讲清楚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一个超不负责任的总干事 要不是超不负责任 要不然就是这里面 有很多不可回答的地方 另外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我观察到的事情 这个戴力林 因为尼奥跟时乐被乱暴障 所以非常生气 就声明说 不要再叫我的三姐妹了 我不是三姐妹 你在讲的话我要告你 结果昨天 黄珊珊开记者会的时候 怎么讲 人家问到他跟尼奥 跟时乐的关系 他说没有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戴女士是我的好朋友 是 可是戴力林说 不是 我不是三姐妹 然后黄珊珊说 他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这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 这个有趣的 这个猫腻 我觉得值得大家再去观察 好 所以会诚 大家没有想过说 现在政治人物比商人还会赚钱 没有想到 灌水可以灌成这样子 而且你跟他讲 真的大家都有分工的 是 而且可是我整件事情 我现在仔细看 我觉得柯文哲一定得罪很多人 你看这些公司的名称 木可就柯嘛 尼奥死了 你要死了嘛 然后还给你时间有限公司 谁开公司名称会叫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我不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要来帮柯文哲 还是因为 柯文哲你要死了 时间有限 对啊 太奇怪了吧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谁会开公司 会开时间有限啊 所以我觉得一整个很悬 会不会告 我怎么被告写的啊 名字上面就有啊 我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哦 我觉得你要发现一个状况是 现在大家都要跳船了 你没有发现谁跳船 尼奥跟石乐第一个跳船嘛 他就说我没有收到 也不能说跳船 人家就说他就真的没有收到嘛 他要跳船 可是黄山山也没有让他跳 没有 他是我的好朋友 对 就是态度有点奇怪 再来谁跳船 力鼎也跳了嘛 那你说力鼎跳了 连时间 时间他所登记的是那个 利安达公司 利安达公司 他后面的那个 等下打去 利安达公司说没有 我只是做账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大家旁边这一些 全部都切得很干净 那到底为什么 我觉得是某一种程度上 他们也知道这水很深 那为什么水很深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光是授权费这件事情 明明谁去注册 谁去申请 KEEP PROMISE的商标权 柯文哲 就你柯文哲 而且是柯文哲本人 而且你柯文哲本人 如果说你一心为了民众党 你认为民众党跟我柯文哲中间 没有任何距离 我柯文哲就是以民众党的党主席为职制 那你就把KEEP PROMISE的这一个商标权 都给民众党不就好了吗 所有厂商干嘛 你要什么授权费 通常是不授授权费 可是你要的话 你也是给你民众嘛 就他没有 他弄了一个木可公司 私人公司 然后给他 然后所有钱 连你民众党 都要给他授权费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 我以前在跑财经的时候 我常常就问一些 我就想说 不对呢 为什么这些几家公司 比如说你开了一家 有一个医院 为什么去弄这个医疗器材了 你的医院采购医疗器材了 这几家公司后面的 好像都是皇亲国戚 他说不然 我说不对啊 那你可以比价什么 他说肥水不弱外人天 要谈自己谈 开开公司 担担自己的啊 后来我讲说 有这一招喔 他说有啊 有的集团很大 很多每一个 有的是那种什么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你要采购一些食品 采购一些用品 采购一些商品 每一个买油的是一条线 采购日常用品是一条线 什么是一条线 每一条线都有不同人的地盘 所以现在回来看有道理啊 有没有 钢铁要了 那个时间的问题谁要回答 陈志涵回答 你要食乐的问题谁回答 黄珊珊回答 所以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下面都有自己的这条线 只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他们下面的这些所谓的承包商 是真的 就变成是很单纯的是收钱而已 还是收钱办事而已 还是某一种程度 他们也有摄入这一池 非常深的水当中 你先去讲 现在北检 王俊立这么快的动作 就是要赶时间 这赶时间绝对不会拖下来 你说现在真的很多东西 都已经到检调手上了 对 没有错 那么刚刚董事长讲说 是下午的时候 那么检调单位动作 其实是中午的时候就开始了 中午的时候就开始 动作非常快 那么在这里要鼓励一下 如果检调单位办每个重大案件 都像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 该有多好 不过我觉得 那么好像有些人 想把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比如说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刚刚委托的律师干嘛 他要告那么立顶跟相关的 这个叫Sky的自称之钱 这个木可公司的总经理 他要告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说他们在电视上说 或者是透过媒体说 这个立顶是说 他们有1300万没有拿到钱 还负债 对不起 爱富等等这些事情 另外一位Sky说 他们不是他的这个前总经理 否则拿得出健保老保等等 他要告他们嘛 我会建议这个律师 那你要先把律师费先拿到手 为什么 因为木可公司马上要清算要结束 没有这家公司了 你不要跟木可公司 这个接这个case 你要跟他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不管是李文 就还是李文中 那直接先把律师费拿到再去告 为什么 以免到时候木可 直接结束清算了嘛 那木可的钱很奇怪 木可的钱从这个 等于说 柯文哲这个精神总部这边 赚到的钱 现在说要清算以后要捐出去 捐给谁啊 就给柯文哲 跟你讲 柯文哲以前都骂 台湾政治人物都有基金会 像柯文哲就没有一间 那个所谓的基金会 他有两间 所以是不是把钱要捐给柯文哲的基金会 大家等着瞧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陈佩奇会突然间讲这些话 因为陈佩奇现在面临到一个大麻烦 陈佩奇呢 我问大家嘛 你们相不相信陈佩奇 用他儿子也就是陈佩奇口中 那个别人的名义呢 来成立一家公司 是为了要开咖啡店 谁相信 我问你谁相信 开咖啡店 你等到时候 你已经不是公务人员的 9月27号退休以后 再来开咖啡店不就好了吗 我绝对不相信 因为你的这个营业项目里面申请了 包括有民调 民调就是那个董日长美丽岛电子报的 这个最大的这个心理等级痛 因为他做了100多都还不如人家做了不到10次 你知道吗 你要知道他连民调都有 就是没有经营咖啡店 所以呢 我问你 他真的成立用他儿子的做人头 虚设行号来成立这家公司 真的只是为了要开咖啡店吗 当然不是 至少我不相信 那他干嘛 他要干嘛 他显然要取而代之 最可能就是取而代之 木可公关公司嘛 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嘛 所以呢 事实上这些钱可以告诉大家 还有 在这里啊 特别跟大家讲究 柯文哲不是对钱斤斤计较吗 你没有发现很奇怪 他们不论 那个号称是周休二日搞到现在 弄那么久的工 弄那么久了 已经弄那么久了 还找出什么十几笔 十七笔 什么1800多万 最后发现是端木正 这个会计是自己乱搞自己调节 这样子嘛 你知道吗 柯文哲的解释跟他的团队解释说 因为第一次选总统 没有这个经验 请问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2014年跟2018年 没有选过台北市长 有选过 你知不知道吗 柯文哲2014年不要讲那个MG149 柯文哲2014年选台北市长 各位不相信你现在上网去打 马上把2014年所有的支出跟收入 明细清清楚楚 高报告各位 清楚到什么样的阶段 连十块钱的会会上面都有 当时2014年也就是十年前 柯文哲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连十块都清清楚楚 垃圾桶框卷水什么西南骨糖 全部都写在上面 所有的每一个餐费 买过多少便当买了几支笔 清清楚楚 十年前的柯文哲 他每一笔钱清清楚楚 干干净净不怕你看 请问到现在为止 他有把这些所有的钱上网 给大家看所有的单据 公布在网路上 已招公信吗 完全没有 这一场的风暴怎么来的 这一场的风暴就是大家去看 整个竞选总部的费用里面 付给木可公司 竟然有好几笔的所谓的授权费 授权费加起来一千三百多万 大家觉得不对啊 今天这个KP不是这个所谓的 柯文哲专属吗 今天柯文哲的头像柯文哲的KP交给了木可公司 应该木可公司给柯文哲 怎么可能柯文哲给木可公司钱呢 我们再查下去更夸张的是 原来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 柯文哲以后自己的个人名义 个人名义已经申请了KP KPromise的这个logo 作为他的这个个人 这个是他个人的私人财产 你既然已经是你的私人财产 为什么 你这个私人财产的logo 私人财产的标章 现在全部归给了木可公司 柯文哲哥其实就是八个字 八个字 土利木可掏空进走 为什么要土利木可掏空进走 我以前在跑新闻的时候 就有人跟我说 有一些要求古老板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他会掏空他的公司 但是会把钱做到自己的私人公司 因为公司如果是上市归公司 那是股东的 大家的 如果我的公司赔钱 但是谁赚钱 我的供应商赚钱 供应商是谁 就是我自己的公司 所以这一种就会变成是 老板的私人公司赚钱 但是上市的那家公司 也是赔钱 所以这就叫掏空 那掏空大公司 然后土利自己的小公司 一样的状况 你现在在柯文哲身上 看到一模一样的状况 一样类似要太贵 要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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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句实在话 你柯文哲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你柯文哲自己的商标权 不是就给民众党就用吗 是不是这样 我们照理想是这样 对啊 就不是 柯文哲不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叫做这个公司赔消委 就是这样 因为你看喔 他在2023年的5月的时候 柯文哲本人去申请 他自己的这个Kpromise的这个注册 他讲的是本个人民义 申请了KP的注册商标 对 然后到了2023年11月16号 才正式获得这个核准 2024年的1月 采取的这个注册登记 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柯文哲同时又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竟然签署了一个 专属授权合约给木可公司 然后意思就是说 我的这个个人的专属这个合约 给木可公司 所以任何人要生产木可的一个小物 这个商标 全部都要跟木可公司 花钱买授权 刚才讲到 这个KP KPromise的这个商标 所有人是柯文哲 他的商标名字就是KP 设计字就是KPromise 然后跟他讲 这就是这个商标 连你的申请字号 编号 连注册公告 注册的时间是2024年的1月16号 全部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好 那这个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谁是KP的这个 所谓的商标的所有权人 申请时间2023年5月22号 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权人是谁是柯文哲 那你就想说 那如果是在那里是党主席 那你干嘛还要有授权费 不对 因为柯文哲跟木可公司 签了一个私约 私约就是 木可公司 拥有我这一个 KPromise的 专属的一个合约权 所以 柯文哲把自己卖给木可 对 然后呢 卖给木可之后 任何一家 任何的厂商 要做这个木可小物 KRP小物的这个东西 全部都要花钱 跟木可去取得这个授权 所以所有的授权 不是就回到了木可手上吗 回到了木可手上之后 那木可是不是要按照私约 再把这个权 回给柯文哲 所以就很好笑 变成民众党 假设你要生产柯P小物 民众党 必须要付钱给木可 木可取得这个授权的钱之后 再把最后 这个所有这个钱回给谁 回给柯文哲本人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跟民众党 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刚才讲 他还有拥有这个智慧财产权 也就是任何人 你要上传刊载 传送输入 任何木可的文字图片 档案说明的话 你一定要上载输入 提供木可的同意 才可以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从头到尾都搞错一件事情 我们从头到尾都把柯文哲 跟民众党画上等号 所以我们就心里想说 奇怪 柯文哲的东西 的脸肖像权 什么Keep promise 就是柯文哲 就是民众党的啊 为什么民众党 还要付授权费 给这个木可公司 很简单 因为你如果 你民众党要生产 所有的相关的小物 你就必须付钱给 木可公司 因为柯文哲 就是要突立木可 掏空尽走 木可赚宝 这个钱才有可能 回到他本人身上 刚刚瑞德有讲 现在剪刀单位 一定要动作快 因为昨天我觉得也非常妙 你的记者会的第一个动作 居然发了一个声明稿 发了一个声明稿 就说木可公司要解散了 这个一解散以后 他就开始嚣张 嚣张了以后 就会查不到吗 文件上的东西 你说纸本可能会查不到 可是金流 钱会过来钱会过去 怎么可能查不到 除非全部都用现金 除非 好 就算你是用现金 那也有最后的提款人 谁去提了这些钱 其实查了一清二楚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其实你只要回到一件事 柯文哲 如果你每一笔钱 原本就是想 我要留给民众党 你就让禁总 所有花费 全部都禁总 弄就好嘛 因为所有禁总余剩余的钱 本来就可以捐给你自己的基金会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柯文哲 处心几率弄了一个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是民间的企业 到现在目前为止 柯文哲跟木可公司 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人讲清楚 但是听起来 好像说关就关 说开就开 然后声明还可以超过引发 而且还可以把我自己 注册的商标给你用 是 那我要用这个商标 竞选总部要用商标 还可以用授权费 所以看出来一件事情 木可公司跟柯文的距离 远比民众党跟柯文的距离 还要来得近 不然照理说 你的商标一定是给你民众党 就像吴董最喜欢讲的 千里为官子为财 我搞了这么大的选举 重点不在竞选总部 在木可 重点在木可 其实重点不在木可 重点是要回到我这边 这才是所有的 所以再记住我刚刚讲的那句话 夭壮滚的 都是贪 贪自己的 廖公司的 开工家的 贪自己的 我听过这个 所以所有的 其实就回到那个 比如说有的一些企业老板 什么坐私人飞机 干嘛 全部都开工家的 贪 都贪自己的 同样的状况 我只是没有想到 原来商业的经营圈 现在弄到了柯文哲民众党的经营圈 所以卡提诺商学院 原来是这样搞的 浩宇萱 你也跑了很久的很久的 这个城市 看过很多很多的玄境 我看这次也让你大开眼界吧 保留我要先回应你刚刚 讲一句话 你说完蛋了 今天会不会查不到 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吗 因为检调已经查到了 他检调查了 检调已经查到了 检调说什么 各位检调说 布可公司在今年 我帮大家更证一下 他说真的有汇钱 他说去年 因为他们没有赚钱 所以没有办法汇 今年汇了 你知道汇多少钱吗 我跟你讲问号 现在不知道汇多少钱 因为他说黄珊珊公布的金额 是170万 但是说他们去查到的金流呢 超过 远远超过170万 远远超过 某人跟他我问一下 有入账的是170万 但远远超过170万 剩下来的钱去哪里 去哪了 当然是去到某人的口袋 某人去到哪里 我给你500万 我给你1000万 结果你报仗 只报了170万 那剩下来的钱 你不就自己 拿到自己的口袋去了 是检调讲的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那检调怎么会有 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不是媒体提报嘛 不是说我们今天骂木可嘛 是检调早就盯上你了嘛 他有去稽查你的金流 所以为什么王俊立说 我北京要分安调查 他一定是有 确切的实证在手上 他不可能看媒体办案了嘛 所以已经查了 已经查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再来他还有这样 查了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查了第二件事情吗 授权费 就我们刚才讲的 会是不是把我们解释的很清楚 莫名其妙 你等于说 我把柯文哲的肖像权 给木可使用 然后我民众党还要跟你买 所以简调说 这个东西大有问题嘛 没有人像你这样搞的嘛 所以要是授权费 我也要查 我再补充一下 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当时扁茂工厂的那个授权 那个商标 是扁茂工厂的商标 还不是个人 陳水扁个人的商标 结果你是 柯文哲个人申请的商标 给了木可公司 然后所有的 连你的竞选总部 跟木可公司要 你都还要给钱 再来第三件事情 怪是怪的 我跟你讲 这都完蛋 全部都成堂证控喔 第一件事情说 端木正会计师 谁替他挂保证的 民众党 说你们这些人 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经过会计师 合法的公正 可以供大家来检视 这民众党讲的 民众党讲的 那就隔天民众党说什么 这个会计师不能解释啊 这会计师乱七八糟啊 都民众党讲的 对不对 他讲说 我跟你讲 什么授权费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我跟你讲 这个是什么 商品管理仓储 物流 设计 到甚至生产 我们是给这笔费用 这个是谁讲的 也是民众党讲的 现在是谁讲说 搞错了 卫正讲了嘛 说不是啊 你柯文哲真的就是把授权给人家了 写在官方网上清清楚楚 所以我讲 这个东西都会变成什么 陈堂镇控 检查官就问你们 所以授权被到底是什么 欸不对喔 你说是授权 可是你先前不是这样讲 完蛋你有问题 对不对 直接就压了嘛 那你包括所有的细项 我讲柯文哲现在完蛋 为什么越聊越爆 仔细看喔 昨天黄珊珊是在那边 很紧张 你就觉得他来爆 你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再讲了 你讲太多了 对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吗 为什么 因为他说不可网站 真的有写授权费 真的 你不要再乱讲了啦 那个谁啊 那个谁李文聰 他说授权费是什么 商品管理啊 物流啊 我产品要生产了 是请委托他 他说不是啊 官网不是这样写的 乱讲一通 我讲李文聰保身被压 你讲的跟现实完全不一样嘛 你是在光天化下龟扯蛋啊 是不是宝林哥 你知道为什么柯文哲 跑到了黄国昌直播 哦 油头干明咧 你知道整个我们讲神奇的 头都抬不起来 他这头都抬不起来 说我世人不明啊 但他没有点名是谁 你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点名是谁吗 就想骂的人太多了 干脆就骂世人不明吧 你不论你知道我还讲了多少人 全部都还投楼屎 根本没有办法讲清楚 社保林哥怪是怪的啊 你知道吗 柯文哲 你知道在他们小草严西里面 他的封号是什么 流量天王 流量天王应该要自己开直播啊 对 那为什么要找到黄国昌开直播啊 因为他没有流量了 对 这是客观上的理由 对不对 但其实不是 因为柯文哲根本不知道有谁可以信任 今天他敢去找陈志涵开直播吗 陈志涵就是一路把他害到现在这样 害成这样一直战一直战一直战 战然后自己先倒在沙滩上的那个 他敢找黄珊珊开直播吗 他黄珊珊会不会害我 会不会捅我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这些人全部各位都是同案被告 这全部都会有问题的啊 这案件有几个 我随便想啊 彭震生嘛 都在金华城案嘛 政治现金案嘛 他老婆也不能找嘛 因为他老婆开人头公司嘛 那里面账户不明嘛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唯一民众有清白的人是谁 黄国昌 对 就是完灭之后 你整个党搞到这样 就算黄国昌不想接党主席 我跟你讲啊 搞不好最后灭了 也死到没有人 只剩下他一个人活着而已 所以 所以 这个木可公司 还有现在 柯文哲的丘楼 还有他讲今天的私人不明 你非常熟悉他 因为你跟他打交道 打了这么多年 他真的乱了 他真的怕了 当然是啊 昨天那个 这个直播上面 柯文哲那个皮皮刀的样子 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讶异 你看他几乎完全不敢 不敢看镜头 然后又而言他 这种荒谬的状况 柯文哲怎么呛人家的 是不是 这个直接就想说议员 不用理他 对不对 然后这个直接有问题 你就来查 那你现在怎么不敢讲 有问题就来查 我都公公真正没有问题 他不敢讲 不敢讲的原因是什么 木可查下去 出大事嘛 刚刚慧真杰所讲的 木可公司1300万的授权费 之外 木可公司 你知道 你付了1300万授权费给他 你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这个民众党第一时间回答是什么 是说这1300万 是给他的物流管理费 结果后来被查到啊 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李婉轩 跟丽鼎去谈合作的李婉轩 人家这个跟你要钱 你不但不读不回 或者是已读不回 这个立鼎还跟他讲说 这个都是李婉轩的责任 阿伯不知情 结果这个李婉轩是谁啊 这个李婉轩 在柯文哲的政治现金专户里面 是报薪资的员工耶 所以 你付了1300万给木可 叫木可帮你管理这些竞选小物 如果不是你所说的授权费的话 你叫他帮你管理竞选小物 然后你还帮他付员工费 有这种道理 有这种道理 然后还导人家货款 那货款听说已经1300万 还导了立鼎1300万 不给人家 有这种道理 所以你说木可什么都不用做 今天办了一个演唱会 我从天上降来77万 你就是说你要弄得要死要活 阿伯在上面唱歌跳舞 结果木可什么都不用做 其实期完到我的口袋 你刚才讲说我什么都不用做 授权费1300万到口袋 连我要养的人 阿伯都把我出了 都进选总部出的 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太荒唐 所以为什么昨天柯文哲的记者会里面 要把所有的焦点放在端木正 不敢回来讨论木可 因为端木正推责任就好了 他在转移焦点 端木正是谁 端木正是我的不分区22名 是我的被位立委 曾经我也让他去担论过富邦读董 是我的中央委员 所以我推责任给他 刚刚好而已 为了要什么 为了就是要逃避木可这件事情 被追踪 那木可为什么不能被追踪 因为有太多不合理的状况 所以说昨天演那么大一出戏 都是在掩护木可 当然是啊 所以你看 你看哦 以前在去年公布竞选小物的时候 李文忠 柯文哲的高中同学出来 他说他是谁 他是木可公司的董事长 在木可公司的新闻稿里面 都还写的 李文忠就是木可的董事长 结果现在敢不敢承认 完全不敢承认 陈志涵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居然已读不回耶 完全不敢回应这件事情 问题是为什么 因为木可公司问题大了 如果进到木可公司的钱 刚刚讲的 他是有剩余哦 他虽然有捐给民众党 但其他的剩余的钱 到底到哪里去 李文娟是代表人 但是如果李文娟被查之后 说钱没有在我这里哦 钱都是流到别人那边去的时候 你觉得柯文哲还想要选吗 还想要混吗 我觉得他已经全部包起来了 刚刚讲的 这个太怪了吧 今天民众党 我要开计程会 我要 照着讲我应该聚焦 我应该聚焦说 我把每笔账搞清楚了 搞清楚了以后 没有一笔钱 进到口袋一遍 我们没有做假账 我们没有虚报账目 我们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净 可是 竟然为木可公司发一个声明稿 那把木可公司发一个声明稿 是什么了不起 你讲到一个关键点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李文娟 李文娟是谁 李文娟是木可公司的老板 竞选总部的账务主管 还有 柯文哲经济会的最高 重要负责人 如果他一个人 就代表可以把柯文哲 所有的金流都给串起来 而这所有的金流里面 最神秘的公司 就是木可公司 然后木可公司 今天突然 在民众党要自清的时候 突然告诉你说 我不干了 保陆哥这只有一句话能够解释 叫做 亡命之途的大秀 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什么意思 他们所有的说法 你都没有办法 作文奖继续延续下去 反正我今天先过这一关再说 因为这个李文娟 保陆哥我访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记者会没有他出现 他是至关重要的角色 对喔 他是什么角色 第一个柯文哲进总的财务办 再第二个 他是木可公司的负责人 再第三个 他是柯文哲基金会的相关的 重要的人士 那理论上来讲 今天这整场记者会 应该由谁来出面 李文娟 当然是李文娟来出面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有人 里面讲说 比如说你要出差 你要办什么事 不是我要去填发票吗 不是我要去填资料吗 我要填申请贷吗 跟谁填 跟李文娟填 那我拿到所有的东西 有没有完整 清不清楚 谁来审核 李文娟来审核 你在进班 这么重要的角色 结果你是木可公司的老板 对 各位你仔细看喔 今天尼奥 食乐这笔款项 我不管真的假的 请问要经过谁 经过李文娟 今天木可公司 我不管左手换右手 请问要经过谁 也要经过李文娟 接受钱的李文娟 新装进走 你说这个1000万装备 很奇怪 不好意思 也要经过李文娟 结果今天李文娟 竟然消失不见 反而是 民众党在澄清说 自己报假仗 报假发票 这件事情 竟然发了 木可公司的声明稿 保留 你知道这怪是怪在哪里吗 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什么问题 尼奥跟食乐假发票的问题 结果今天跟你讲说什么 我木可公司要先发 收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你收了就算了 你干嘛把所有的权给捐出来 如果照你讲的 我每笔钱都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我每笔钱都是正正当当的 而且照你讲 我的授选费本来就合理的 那你赚这个钱正正当当光明正大 你干嘛把钱给捐出来 对所以这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木可公司是无辜的 所以代表什么 柯文哲他的澄清 真的是给他授权费 而且相关的金流 真的没有问题 他也没有机械款 厂商的货款 他只是干嘛 他只是突然间觉得说 我要大发直辈 哎呀我这个公司不想干了 然后我把这个钱 赶快全部捐出去 给一般民间协 不然就是只有第二个 畏罪潜逃 什么意思 我做谁心虚啊 因为我从头到尾 柯文哲跟李文娟 这两件事情 血不清臭 这个东西大有问题 所以与其 我干脆先把我的犯罪所得 通通捐出去 到时候如果我真的被犯了 到时候我如果真的被查了 我说检察官 我这个有相关的 你说我要设立断点 那当然嘛 就检察官我这个 我像有向善的这种意图 我没有要把这个钱呢 占为己有 所以能重新发落 否则 因为你这个钱 一旦捐出去 他以为啦 保德哥 你刚才讲断点 对不对 他以为这是做断点嘛 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不行吗 我钱都捐了 我请问钱出去出去 他会不会有金流 那我们公司过去的账 会不会有金流 除非你所有的账务 都是现金来现金去 那不好意思喔 现金来现金去 你以为就安全吗 所以你说 我就真的把公司给清算了 我把公司给收掉了 我公司还可能被查 所以我说这是亡命自主的大秀吗 因为这是在你我们讲的 做贼信心的状况下 你才会害怕说 我会不会东窗自发 赶快把这些东西做清算做处理 那我就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好了 郑文燦是不是也是现金来现金去 对 郑文燦有没有被抓 又抓 所以要抓你什么方法都有嘛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说 哎呀 我只要把他解散了 我把他捐出去 我就会完全没事情 而且我觉得今天 民众党的脸皮 或者他们的这个所谓的IQ 超乎我的想象 今天他们讲 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推给了会计师 推给了会计师 他没有按照时间啦 他延误了啦 延误了以后呢 时间来不及 来不及有一笔两千多万的账 两千多万的不该怎么塞 我就找了四家公司 就给塞进去了 都是会计师的问题 而且会计师你时间不够 来不及做账 你都没有通知我们这个竞选总部 我们总部都不知道 结果今天 会计师就说没有 我都照法定来 这个不是跟我没有关 结果我觉得这个没有 我对于陈志涵的这个景仰如涛 滔滔江水 他居然还敢讲说 是你擅自调整价格 他又把会计师给买顿了 本来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省长记者会 他都只有一句话 为什么我刚才讲亡命之徒 因为你仔细兜 他所有的讲法呢 都是一戳就破 比如说他说 哎呀我们这个厂商呢 其实上是17笔 漏报跟误报 那这个谁干的 都是端木正干的 比如说是端木正 他因为时间来不及 所以他才开始漏报 然后漏报之后呢 他就开始胡填 把这些所有的金流 灌到了木可 灌到了尼奥 灌到了十二 这几家公司 甚至是呢 他都没有把东西抱上去 那我保际给我问一下 这些所有的说法 有谁可以戳破 就端木正这个人可以戳破啊 我跟你讲 端木正今天怎么戳破 他只要把相关的凭证 收取 比如说有谁的签名 有黄珊珊的签名 有你李文娟的签名 其中一笔就好了 一笔五百万 他拿出证明说 是你们给我假收取 假发票 我才会报错 我跟你讲 这成长机会都废了 那我觉得我非常好奇是 如果有一个端木正 端木正又不是死了 他可以讲话 为什么还敢这样子 光明正大地 把这个账 赖在他身上 因为他要先撑过今天 因为不管是陈志涵 不管是柯文哲 对他们讲 我们今天要先撑过去 我拿管理明天 保陵哥你问的是明天的问题 真的假的 那你无问题 所以他们是无路可走了 亡命之徒 所以你去思考他们 你不可以用一个正常的人去思考 你要用一个亡命之徒 一个走投无路 一个困兽之斗的人的立场 保陵哥我问你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帕尤阿 帕尤阿他就是很想要 然后他就没有钱 没有钱他要干嘛 他去抢超商抢银行 他会想说 我这样会被抓去关吗 会啊 他想不到那个了 他根本想不到那边嘛 所以你看 结果各位 连今天都没撑过 为什么 邓沐正马上发表声明了 跟你讲说 我全部相关的东西 我都按照法律办理 而且呢 我们都秉持着诚信证词 而且我们只有执行签证业务 所以他在说谎 他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也知道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 他知道他在说谎 他们一样在说谎 所以他们不在乎 因为如果不说谎 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小草就垮了 民众党就崩了嘛 到底我反问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他们没有把所有锅 甩给端木正 我不管端木正 到底是不是有回应 或者是说呢 他只有按照法律来办理 请问一下 今天民众党记者会要怎么圆 圆不下去吗 圆不下去 所以你看 当端木正已经打脸了 民众党记者会 对不对 他在干什么事情 继续 我继续坚持我的说法 就是你 而且他还讲说 是会计师 擅自调节差额 共同查账的时候 所有的单据 不就陈志涵 你们这些人提供的吗 那你们提供了账给他以后 他拖延 然后你告诉我说 他都不知道 本来跟我讲 这分两层 第一个 今天民众党敢召开这场记者会 你觉得他们事前 有没有先跟端木正沟通过 或者是有没有人保证说 端木正在来 没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要有啊 当然要有 你怎么可能没有 没有你怎么敢 如果人家随便咬你 拿出一张发票 你不就挂了吗 拿出一张你们提供的假发票 你不就挂了吗 再来第二件事情 如果说事前已经有兜过 那端木正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踹咬 我跟我讲 有个最新消息 你知道端木正他们说 他拿到他多少钱吗 就大概一个月七万块而已 那一个月七万块 怎么可能 我要把我整个律 整个会计师事务所 哎 各位 请你不要以为这个 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这件事已经属实 你知道端木正违反什么吗 背信罪哦 而且背信罪五年以下就算了 你知道他可以干嘛吗 他整会计师务所废了 因为只要会计师 会计师宿主都没了 只要会计师涉及到背信罪 那他往后再也不能职业 所以说一件事是有嘛 所以这个时间点 肯定是有人说 我们主战 把责任推给端木正 结果不知道出了什么 我好歹也在江湖上 大国歌秀 我很清楚 一定要跟端木正讲 我跟你讲 我们就会开个计者会了 对你可能有一些压力了 没有关系 我们会保护你的了 撑过今天就没事了 对不对这个人傻傻说 没有你没听 今天我愿意 就他怎么想到说 我被卖了 我被谁卖了 我被柯文哲卖了 我被黄塞塞卖了 我被陈志开卖了 不但卖我 还往我身上捅刀 这跟你们跟我之前讲的不一样啊 说好只是稍微有点压力 你们根本就是把我压死了 什么可能 他们没有想到说 他们就是要帮你送上祭台 不但帮你送上祭台 在你肋骨上还要搓上一刀 我跟你讲 陈志涵这个做法 真的是把柯文哲 他不是干过这种事 他干过很多次了啦 他把柯文哲往死里推 你不要以为他是把断幕上往死里推 为什么 因为所有会计师 都会留会计师底稿 今天他只要把那个底稿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你们给我的评证 全部掉出来 全部什么 牙口莫变嘛 这个我们讲的有嘴 说到没嘴 这根本就是没有办法 延续下去的谎言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我一直再三强调 他们就是亡命之土 因为我更会保证 等到明天只要端木生 再拿出更多的最新事实 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干 否则所有的行责都给他扛 那我跟你讲 整个民众党这样的记者会 等于白开 不知道 今天最诡异的事情是 民众党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把所有的责任 全部都推给了会计师 这当然违背 我们所有的一个常识 那会计师当然今天下午 也发了声明说 没有哦 我是签证 我只负责签证的工作 跟你们所谓的之前讲 我说什么 我现在登陆那些东西 没有关系 你说中间有个关键 他们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一件事情是 北检会进来了 本来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会计师跟柯文哲 是关系非常良好 这个会计师在柯文哲身上 也得到很多的好处 他也曾经是富邦的一个独斗 结果当检调一进来 他知道官司产生 他要坐牢 所以他就突然不认了 对对对 我昨天就在问一个好朋友说 那最近怎么收拾善后 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说有人会出来扛 有高层会出来扛 我说高层谁敢扛这个事情 他说我就听到他 他可能是会计师 我想这个事情不太通 怎么可能 你听我讲我听到这一段 我有一点怀疑 后来钟小平打电话跟我解释 他们报监察院的流程 叫做线上申报 没有减负原始凭证 你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没有减负发票 只有把这个线上的 只有没有那些盖章的东西 所以他把那个退回来的话 其实是可以重做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线上申报 那监察院本身 我给监察院是线上申报 没有附件 所以没有附件 就像我们报这个所得税一样 对 我今天很多的单局 还在我的手上 不是 我就把它说 我作业错误 作业错误 我把监察院的东西 做个修正稿送回去 那这个事情就过关了 他把它做成 所以我特别早上跟 我就昨天晚上就告钟小平 我说小平 我说你北检告完之后 你马上把北检告的文 附一个首页 送到监察院 说这个要保存证据 不能给他拿回去 你知道吗 结果早上一起来一看 不用了 为什么 北检下手了 不用了 都白搞一趟 所以端木正是想好的 答应的 就想很简单 那就换一个东西 电脑换一下 就简单嘛 对不对 结果现在变成被告 变成背信被告 所以这个事情端木正 反水了 我就是草包 我就是没有报好 我就赶时间 我是有作业疏失 作业疏失 不是没有脸 还不严重嘛 打我两个耳光就好了嘛 是的 就没想到是要杀头的 不知道 昨天想的是打两个耳光 今天早上一起来 我靠不对劲了 检查长开了检查会议 要分案调查 我也看了吓一跳 所以端木正就不认了 当然不认了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的钟小平 也就不用到监察院去告了嘛 就到北检就停了嘛 所以全部就进入北检程序 所以所有一切事情白搞 没有用 要进入司法侦查 所以他们今天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推给会计师 是事前讲好的 那为什么今天会计师反驳之后 战狼小姐姐会这么生气 他们讲好的嘛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招 这个后面的流程推不下去了嘛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变成犯罪证物嘛 犯罪证物的人在里面来讲的话 那问题就来了 就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916万对不对 那我问你 916万你报到监察院的时候 是没有减负发票嘛 没有发票 那到底有没有开发票 有没有发票 当然没有开发票嘛 可是有一个事情有没有 那有没有把钱领出来 一定有金流啊 那钱告诉我916万去哪里了 为什么时乐跟你 你要 要跳出来打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谁把钱领走了嘛 一定是为了分账不均吧 有人把这个916万领回家了嘛 不是 而且我就懂了 尼奥一定感受到压力 而且这压力一定来自 减掉的压力 所以他赶快跳船了 不是 减掉 而且还不服气嘛 你用我的名字去A钱 不要分给我嘛 商人最恨就是这件事情嘛 分账不均嘛 那柯P的毛病就是 从来不分人家钱 坏习坏 不分钱 从来不分 吃毒食 吃毒食 所以玉凤 比如说 你说今天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今天王俊立动那个动作 是真的超乎大家想象 超乎意外 是没有人想他动这么快 没有人想他杀得这么凶 而且你说他不但分 而且分到了天下第一组 分到了中组 分到中组代表 我就是要扮下去 扮下去之后 这个蛋 没人敢单了 对 其实柯文哲一直以来 他不是生日的时候说 他没有等到检掉上门 只有等到售逃嘛 可是他很快的就会遇到检掉上门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北姐手上已经拿到钥匙了 什么钥匙 他们这一笔烂账 你要公司这些东西 刚才董事长讲得很好 为什么需要有登录这笔钱 因为要把钱给转出来 不然我从头到尾 我根本可以不用处理这些事情嘛 但不管你有没有发票 你钱是不是有转出来 只要有钱要转出来的话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个对检察官来讲的话 叫中主来办伪造文书 得定粮瓜 太简单了 所以呢 我只要从这一点开始查之后呢 等于我把这个钥匙打开了 打开之后的话 所有三大案的这个金流 就向我挡开双臂 所以今天台北地检署 今天查这个案子 不是只是查说 你有没有虚报杂账 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登录不死 我要透过登录不死 我要查你的金流 那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木可要关门 要把四千万捐出来 对 只要是司法警察 司法检察官 你有发现不法 你都要等于查下去 如果我今天要查这个广告 这个登录不死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串的 对 我只要打开之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查查查 所有的金流 我全部都查起来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对木可来讲 压力非常大 因为他们这一群人 他都没有设防火墙 不是找儿子当人头 就是找妹妹管帐 这些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这个是最安全的 家人不会背叛我 可是当你检掉查下去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你没有防火墙 你没有找其他人 你没有射断点 你这样子 直接一条线勾了 就有了 所以我只要从 这个伪造文书查进去之后呢 你们这些人 我甚至不用跳板 我不用转来转去 就是你们这几个人 难怪 李文中今天要想办法 帮她的这个妹妹 李文娟来讲话 要去强调木可公司 是干净的 木可公司没有问题 他们在看到画面 今天李文中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黄赛生在旁边 一直在敲桌子 你不能为了保护你妹妹 把我们都给卖掉了 现在来讲 大家就在分一件事情 分什么呢 分亲疏远近 李文中当初 跟柯文哲 怎么走在一起的 同学 但是你想想看 李文娟是李文中的谁 妹妹 谁比较重要 当然妹妹重要 为什么今天黄赛生一直敲桌子 他一定要解释清楚 这个东西来讲 你不觉得这一段的解释 在他整个民众党记者会 显得非常突兀吗 就会赶快敲桌子 对 为什么黄赛生一直敲桌子 李文中就是不停了 因为他这一段 是讲给检调 讲给北检厅的 事情就这样子了 我们家的服务只有做到这里 不要来查我们了 要去查 你去查其他的东西 那为什么现在来讲 公司 黄赛生一直在敲桌子 对 现在来讲 已经要分亲疏远近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木可公司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做清算 其实这是一个sign in 告诉检调说 我们的服务就到此为止了 你说你现在公司来讲 我们先不要讲 因为我们是无罪推论 先不要讲 他现在的剩下的这4000万 是不是犯罪所得 就算是犯罪所得 你捐出去 还是一样 没有用啊 你犯罪所得 你还是勾机出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现在来清算呢 因为检调要上门了 我能做多少 就先做多少 我先把我的态度做出来 让你知道说 我们这些公司没有在营运了 如果他真的是正常的公司 如果他真的跟这个 近半这边 跟柯文哲他们家这边 没有无设的话 你干嘛捐这个钱 你何必弄这些东西呢 但是一定要告诉北界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哥 我的态度在这里 希望你看得清楚 想得明白 我们这边不要再来了 所以你真的感觉到 那个山雨欲来的味道 刚刚讲的 为什么尼奥公司 这些人会一个个跳出来 因为他们都感觉到 检调整个动起来 跟搜索的压力了 因为选举是一门生意 是一门好生意 但是为什么这些公司决定 不要再跟你做这么的生意 还记不记得 柯文哲三大案之前的时候 元大马上出来切割 谁要没事去惹一个前总统候选人 但是当检调的压力来了之后 当知道说 有风声要传你的时候 这些东西赶快丢一丢 赶快切一哥 赶快比较好 好 会成 要不你把我解惑了 有这么复杂吗 今天原来木可公司收起来 原来今天把所有的责任 丢给了这个会计师 那会计师后来突然反弹 后面是一场戏 是 宝洁哥 其实我刚突然想到一件事 你知道吗 今天那个战狼小姐姐 突然跳出来接受采访 然后就说 什么四叉猫 怎样怎样 然后讲一讲 他说要针对下午的 这个记者会 现在应该就是会计师 什么什么什么 他先讲 不是 我跟你讲 我现在大概搞懂了 可能他们周末的时候就讲好 反正是行政责任嘛 你会计师你扛 我们定调 没气 我们定调调节行政责任行政 所以大家都讲好要演这一出戏 就礼拜一 北减马上要侦查 会计师就说 不对啊 现在怎么办 三郎小姐姐怕他改口供 先出来把话给讲死 让你没办法讲口中 而且我跟你讲 会计师绝对没有想到他们这么狠 没有想到他们把这个锅丢给他 把甩到说他想挣扎都没有办法挣扎 是 因为你知道 要他死的锅 没有 他们一开始还是维持 那个漏报短差调节 就是讲这三部曲 后来在记者会的时候 有人就直接记者就问他说 那你要告会计师吗 后来他才又加了一句说 我们要说去追处他的一个法律责任 所以现在变成是本来端木正 可能讲说好了只是行政责任 那我鼻子一摸就悲哭了 后来发现不对 北俭进来之后他开始在喘 喘了之后 郑朗小姐姐知道 你可能会翻购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 就先接受记者采访 先透露是说 下午要有记者会 记者会结果就是会计师要单 不然你没有道理啊 你怎么会在早上的时候 招开记者会的时候 你就捅出说 是会计师要先出来单了 而且没有道理说 你今天把责任丢给会计师 是丢得这么狠的啊 然后讲完之后 就后来现在会计师 就是整个就完全大翻购嘛 所以大翻购现在就变成是 本来是跟你们合一眼一场劲 结果后来发现说 北俭那个外力介入 然后北俭要开始真正完真的了 不让你们这样子 用所谓的行政数字 就带过之后 现在我跟你讲喔 赞狼小姐姐没要放一刷 就是这锅 你就给我背定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录音 所以现在据说是 礼拜六他们有人有录音喔 有人有录音就是那个 端木正亲口承认说 他有调节喔 所以这样事情大条啊 我原本是跟你配合演戏 如果这个录音被丢出来之后 他们真的要把它完全彻底卖掉 这有可能就完全彻底卖掉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据我听他们的一个讲法是 事实上李文中 应该是说 柯家天下李家摊 这个摊子的摊 本来是我帮你够打 这摊越够了 那钱一直是新船 真的很好摊 所以搞不好 帐幕真的有点问题 所以为什么最近传出来 柯... 他儿子要成立公司 对 他老婆要成...用儿子成立公司 他老婆要加入那个民众党 因为有一个传闻是说 他们也认为这个帐幕 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再问一个 916万 会计说消失嘛 那刚刚说没有减负单据嘛 可是到最后一定要有单据啊 因为你这么大的笔账 那这三张的发票哪来的 这三张方票肯定是假的 那谁提供的假发票 哪来的 是假发票吗 还是原本的公司 本来也是讲好的 后来事情就打掉啊 因为... 依照我在政治圈小小的经验 我觉得你敢写都讲好的 所以我现在不敢讲 因为你要假发票不难嘛 你要假发票不难 我干嘛找一个 会出问题的假发票 我当然是找一个 不会有问题的假发票 可是... 世事会改变啊 这我们不知道 因为人家现在 人家跳出来否认 否认就代表没有这笔账 没有这笔账 那好就这样看起来 这三张发票肯定是假的 那现在就问 这三张假的发票谁提供呢 因为你知道端木正今天讲 那个要把它弄出来 端木正的意思是... 端木正的意思是... 不是这个 端木正那个靖总的意思是说 我们靖总把所有的财务部 都登载工作交给会计师 可是会计师的声明稿说 我只做签账 好那这样来了 我只是负责签账嘛 那如果有假发票上来的话 那是谁登录的 谁弄的假 所以我觉得 这中间是一笔烂账 那这样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所谓的木可公司 跟柯绝对逃不了关系的原因 是在于 我问你 如果是飞进飞过 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是你的股东 凭什么人家一个声明 要有你的党的发言人出来讲话 然后凭什么你们这样出事了 他就要把这个盈利 而且看起来也赚不少钱的公司 说官说就官 所以这两者 还要把四千多万捐出来 对 还要把钱捐出来 那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 就是有赖减调进一步调查 好 宇轩 刚才讲呢 今天柯文哲竞选总部 也丢了这个发票 我看了以后 我眼珠子快掉下来了 执行费没有问题 执行费一试没有问题 多少钱 一千零八十七万 太扯了吧 我去小池摊 我买个切租费租费租长 他也给我列个项目吧 然后我说执行费一口 你就把一千多万弄出来 之前不是姚立明在质疑柯文哲讲说 怎么突然多了一堆发票 那个发票一张单子就给我五百万 这个更厉害 一张单子就一千万了 宝兰哥 你知道吗 当初尼奥他提出来这个争议点 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说我没有报五百万 结果你给我报五百万 对不对 这第一个就是我没有这张发票 再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我明明呢 没有转播这个业务 结果你给我报转播费 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执行费 但你知道这怪是怪的哪里吗 首先为什么是用资本发票 理论上来讲这么大的计划 他会用所谓的专案模式 就是说比如说我一项一项 比如说我的员工的支出的 我的费用是哪里 我的舞台费用哪里 我的代收代付是哪里 他列得非常清清楚楚 而且他会用什么发票你知道吗 宝兰哥 他应该用电子发票 就是说电子发票我直接做记录嘛 而且各位你知道电子发票有什么好处吗 第一个电子发票只能开当天 再第二个电子发票呢 我相关的细项 迷目 款项 品项 都要列得很清楚 而且当天申报 你知道当天直接到哪里吗 到哪里 电子发票平台 就直接到国税局 直接就做得很清楚嘛 对 所以那你知道电子 因为我现在搭Uber 都电子发票了 对吧 对 继承车实际就是说 我印一张直接给你嘛 但你知道手写发票会有什么问题吗 我今天只要手写 我盖一个章给你 你爱填什么填什么 我完全没有办法查证 所以这时候会变成有个问题吗 到底这张发票什么时候开的 到底它的凭据是什么 到底它的依据是什么 所以回过来 我问各位几件事情啦 第一 今天尼奥跟十二 一直再三强调 刚才慧珍讲了一个重点 我到底有没有跟柯文哲讲好 说我要给你开发票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很怪嘛 今天我如果没有讲好的话 我今天柯文哲 我随便给你乱写 说我今天尼奥十二 也申报这个款项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问题吗 流水号根本都不拢 所有发票包括你看到了 十本发票 手写的都要有流水号 一比一比的就在上方 你会有这个东西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都不拢啊 对就有流水号嘛 第一个你这个流水号根本就都不拢 所以说没有人敢说 我没有跟你 怕救命的状况之下 我直接把你的发票给看出来嘛 这是刚才慧珍一直在讲一个重点嘛 你到底双变有没有讲好嘛 今天柯文哲这个东西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 然后说我跟你讲 你根本就没有申报 你也没有如实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笔转播费 你要跟十二有承认 他说对 但是你的名目不符 但奇怪的是什么 916万我们到现在有没有看到发票 没有 我们到现在有没有看到发票 所以这916万有问题嘛 这916万不知道哪里来了嘛 你就算给 他就连我们讲的缴付凭证都没有 你知道什么叫缴付凭证吗 发票是发票 发票代表说我今天从我的账户里面 提领的这些钱 那提领这些钱之后 我交给你了 交给你之后 你才会把发票给我 但你仔细看喔 上方黄珊珊签名的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我们讲的提领单 换言之这个是从民众党政治现金领出来的这笔钱 我真的有领这笔钱 但都没有发票都没有证据 所以各位这时候问题来了 我问一下喔 916万到底有没有提领出来 我现在跟各位保证绝对有提领 但请问一下有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嘛 但没有发票有提领 所以大家要反过过头来问你这件事情 那你钱到底领到哪里去了 因为领有两种啊 一个我转账嘛 对不对 我把它转给别人嘛 那你觉得客观者会笨到转账吗 我觉得就算他再笨了 他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转账就会有记录 所以保证客他应该是干嘛 现金 现金领出来嘛 我现金916万全部都领出来了嘛 反正你查无实去 我们讲的查无实证嘛 但现在问题出现在说 今天这916万领出来了 到底到谁手上 我跟各位讲啦 今天木可公司都对 那是柯文哲系统啦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 李文娟跟李文仲 钱不会跑到别人那边去啦 怎么跑喔 都是在柯文哲这边绕啊绕啊绕 但今天真正出问题的点是谁 是尼奥跟十二 那尼奥跟十二是谁的系统 是黄珊珊的系统 所以你们准备注意到 当我们讲木可公司出问题的时候 今天他们都还兜得了 但今天真正咬到 我们讲会修勾粮是谁开始咬 是尼奥跟十二开始咬 所以我在讲的故事是什么 当时一定有跟柯文哲打照面啦 柯文哲说好啦 我们用这个来去报啦 报完之后 现在根本也没有凭证 也没有收据嘛 原本想说反正我们大家都自己人嘛 结果尼奥跟十二咬出来之后 根本就没法收拾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 那我反问一件事 如果是黄珊珊的系统 为什么这时候突然跳出来反咬柯文哲 这理由很简单啊 下车啊 因为你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资料 是不是都报到监察院了 那报到监察院之后 如果检掉一查 今天是不是马上给你他治安 用卫照文书嘛 你知道为什么会卫照文书吗 最好办 保证你绝对有罪 卫照文书之后马上转真正 转真正之安之后干嘛 开始来了 背信罪是不是可以给你加上去 我们讲的相关的政治现金 是不是可以加上去 所以一条一条查 他们做这件事情是要干嘛 自保啊 这是原本大家都是同一伙 但现在反目成仇 有事 我先跑 死都有 没死面倒 所以瑞达 这搞了半天是 诶 检掉一进来 所有问题都改变了 那么事实上今天动作非常的快 因为礼拜六的时候 钟小平跟我一起上节目说 他今天要去告发嘛 然后台湾基金呢 今天也去告发嘛 事实上这两个人 这两组人嘛 都还没有告发之前 他被地检署 分案了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中午已经有调查员在约谈了 你知道吗 动作非常的快 那除此之外呢 记不记得民众党 下午两点的时候 开的记者会怎么讲 说是因为 那么时间不够 非常的赶 所以呢 这一位敦牧政会计师呢 自作主张 那么进行调节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什么 17笔漏报 1800多万 对不对 在2000万的扣打里面呢 他就自行调节 把这个人家 没有给他们的这几家公司呢 就给他灌在那个地方 包括石乐的500万那一笔嘛 那么非常的赶 时间很赶 没有办法 那你知道端木正不是帮他们做这个 柯文哲跟吴欣赢的竞选总统的 这个相关的费用呢 进行一个申报 像这个检查员申报嘛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 这是端木正 这是端木正在申报时候的相关的时间 申报时间是从今年的4月7号 那么到12号 但是你知道他在7月几号的时候呢 有进行更正耶 7月3号 7月3号他有更正耶 什么意思叫更正 也就是我报的东西里面有问题 所以我把它进行一个更正 是可以更正的啊 补证 可能漏报了还是少报 我问大家嘛 如果他非常的赶 如果他是为了自行调节 他更正干什么 他在一个月前有更正耶 一个月前如果更正 把石乐的 把你要的这些 全部的更正不就好了吗 因为如果按照你们今天民众党所说的 有那些十几个漏报的项目 发票等等 他就把它补进去补就好了吗 他是专业的会计师耶 今天民众党说 他们呢找来了这个 包括这个两天呢 找来了这个端木正 端木正一个月领 他们7万多块 他承认是自己把它进行调节 好像什么事都跟民众党没有关系嘛 那你知不知道 在报这些相关的这个费用的时候 要一个人的盖章 那个人叫柯文哲耶 不是端木正那样出去的就算了 我会计师一个人做主 然后就全部出去 没有耶 是要柯文哲盖章 任了最后 会计师送来了以后 要经过我这边 OK 才能够送出去耶 那你们整个民众党都死了吗 整个民众党 包括财务长 包括柯文哲 包括你们这些人 看都不看 完全相信 那么这个所谓的会计师的专业 所以就让他出去了嘛 请问这场记者会 有没有交代916万怎么回事 没有 有没有交代四次授权金 1300万 里面到底戏目流向是怎么回事 没有 该交代的都没有交代 而且这场记者会最怪的是 最该出来出现在这场记者会的 叫做会计师端木正 跟做账相关的账房叫李文娟 两个主角没有出现 跑龙套的出来说 李文娟说我负权责 你负什么权责 你算什么东西啊